丙姐妹,心灵真宝今天是继续讲到 《认识心灵的运作,不断与主心连》这个系列的信息 主题就是《求在上面的事》 我们信了主,不单止没了罪 更加是可以享受主的爱,与祂同活 但是错误的观念和教导会影响我们的追求 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至二十三节提到那些内容一样 而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一至四节 保罗讲回那条追求的正路 就是要求在上面的事,和思念上面的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见主已经坐在神的右边 祂是忠心 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是我们需要主的供应 要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太好太好,是不是? 所以我信之不是罪得罪面这么简单的 但是呢,我罪罪面了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令我最享受到祂和祂的爱 要最爱祂,爱祂 帮祂一起生活 祂乱舞你,想帮你聚埋 帮着心联合 我们说,就夜一齐生活 那我们也应该学梦这样 我爱祂,我帮祂就夜同活 我们如果不是帮祂同活,根本就没办法活 绝对是没办法活 帮我同活就是另一种的说法 主要是我晚话,住在祂里面 祂就住在我里面 这样说到这个商念 这些同活就是祂住在我心中,帮你一起同活 这些同活是同一件事来的 如果不帮我同活,根本你就是 好像小朋友走商场,离开了妈妈,爸爸 那才三篇说,你靠着我的手 令我训练,引导我 但不要摸掉他的手 《过日西书》第3章,第1节 这些道分担真的不适宜 因为上面说起《过日西书》他们的追求 那我们走到错路 很多是外面的东西 和那些错误的教导 所以错误的教导会影响你 一样是用心思入的 错误的 但是错误观念影响很大 好了,那我们就因为那些 就是追求到错了路 所以有心追求不等于就是什么 但是圣经讲了很出来 你要跟回圣经那条路先 第2章,可以在这里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麽形象在世欲中活着,服从哪 不可拿、不可常、不可摸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 所以这些东西是追求人的 他人的错误的思想 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即是似是非,又怎样有用 用施意崇拜,自表谦卑,实苦待己身 他都肯扶多几身 都是一样拯不够的,要是错了 我们不应该放纵,但是错的东西是没用的 因为你没有那些重要的东西 就是那条正路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况上 是毫无功效 你无论怎样做 这条路错了,三章 没有绕困整他们 首先我们要有的这些 没有这些就没得谈的了 1、2、4很重要 当然还是第五节到后面 但是没有这些,你后面也不用再谈 第一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一同复活了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不同地上的事 或者是日光周的事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一定是这样的,没有第二幅 他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你看 连你的生命帮基督都在天上 我可以这样说 藏在神里面 帮天上那些完全延起了关系 我们也不是属于这些世界 那些帮不了你这么多 如果帮到你,就会帮到你 现在,你必须信主 对不对?你必须信主 所以今天很多些 有什么要改进去 有什么搞都是绝对太有限了 第四节 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 这些是超重要的 所以他提到什么? 我们真是帮主一同赴助 我们已经是一个父的身人 你受证 你已经被死 有可能你赴助 你已经是有生命的了 他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我们已经帮以前不同了 我们这个人有需要 一身做的人 你改变了一弹 你是要供应的 保罗话是现在活着的 他死了 我已经是基督同定十二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那这个身人 那这个身人怎么样? 不是靠自己活着的 或者其他一些 他说 如何?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种生活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人 活着应该有的生活 主要你的生活 所以我们只要因着信 神的耳朵 就是靠他 要他必定不羞愧 根本就不是那么复杂的 信不是那么复杂 是吗? 你初未认识的时候 认识很少 但你都可以依靠他 是吗? 就是那种信心 没有什么是特别的 就是那种信心 但是现在你认识他 那种信心 你可以享受更大的事情 你的信心可以增强 不是很复杂的 要复杂 你也信不了主 对吧? 你那个人要信主很复杂的 实在很简单 你接受他 做救主 你真心真要他救你 你靠他救 射灭所有的罪 以及救出来所有的罪 以前一切都不好生活 很简单 可以这么说 起初确实有信心 这个信心一直下去 应该继续信下去 应该继续这样运用 应该继续增强 和可以享受更多 一些预情更多 你也享受那些 不是很复杂的 这些说出很重要 他说当求在上面的事 就是心是要上面的事 那属灵的福气 就是神他心意 他说那女 有基督在你 神在右边 在这里 我根本不敢说 因为是太宝贵的主 在荣语中 在神在右边 可以说 都讲了千二万余 还有很多东西 在里面 太宝贵 他说得到最荣耀的 我去胜利 最荣耀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 他在祝福的姿态 他在祝福 又升天 找个代求 他说你们要思念上的事 我觉得思念上的事 当然有各方面 可以 但是我觉得 一定主是我们的中心 如果和福气 一切都在他里面 说真的 当然可以想到 跟他一起 在天上的事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的中心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是担不住无数 他丰富到无论形容 他就是我们的中心 我们思念的中心 所以如果你想 性个正义仔 想生什么 他就想黑肆育 情欲 根本就是 人家是胜利 你就去思念 主自己 我觉得上次的事 没有东西更加贵 比他自己 他就是去包裹很多东西 就帮他有关 所以心思很重要 谢谢大家